北半球天气急动 不少国家遭遇了可怕的天灾 像是加拿大 团团两天竟然是降下了 一个月的惊人雨量 文革华大烟水 意大利则出现了可怕的水龙卷 还把人都卷上了天空 而大陆黑龙江是处处结冰 这冰柱还差点就变成了杀人戾气 碰得一身巨大冰柱 从天而降 把汽车挡风玻璃砸出一个大洞 两名男子惊吓说不出话 黑龙江天冷处处结冰 走在路上都难防意外 不止急动危机 意大利西西里岛遭遇水龙卷侵袭 高速旋转的水龙卷 树立在天空和海平面之间 快速移动 有男子不幸被强风卷起丧命 当地学校停课部分道路关闭 全球怪天也出现在美国华盛顿州 暴雨框下水淹沉灾 民众和宠物坐上堆高机逃命 救难人员表示 这是1990年以来最严重一次淹水 知名得踩在沙发上 才不会泡在水中 可怕的洪水也肆虐加拿大 北施省 两天降下一个月的惊人雨量 空派温哥华街景 漫目疮痍全被淹没 当地农场多达数千头动物 来不及撤离惨被淹死 全日本178个观测站都录到今年最低温 就连位在南部的九州都很冷 阿苏市观测到零下一度 是本季气温第一次降到零下 北海道下雪下到能见度低 一片雾茫茫 道路驾驶如履薄冰 不敢大意 记者综合报道